大家好我是舞秋風24W07A來嘍 這一次呢主要就是新增我旁邊這一個新生物 骷弓的變體喔 那個中文翻譯之後應該會叫 早和早孩 對早孩 應該會叫這個名字喔 欸 他就是另外一種骷弓嘛 為了要取代那個試煉之間 原本會有拿著毒弓箭的骷弓嘛 現在那個骷弓就被這一個取代掉了齁 他會自然生成於沼澤 紅樹林沼澤這兩個地方啦 然後試煉之間的生怪磚也會出現齁 不過他跟骷弓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的血只有8滴 比骷弓少2滴啦 然後間隔攻擊的間隔時間也比骷弓長 那個原本的骷弓是2秒 然後這個的間隔時間是3.5秒齁 畢竟他射出來的是毒弓箭 所以我覺得這種設計應該是 為了要削弱一下讓他血比較薄 攻擊比較久 不然真的太強太恐怖了齁 我們來仔細觀察一下這個 早孩的長的樣子齁 除了比較綠之外 畢竟是泡這個沼澤水長大的嘛 頭上還有蘑菇耶 內層有蘑菇耶 有棕色蘑菇 後面還有這個 一開始我以為那個是他的什麼血肉 不是齁 那個是蘑菇啊 紅色蘑菇長在頭裡面齁 然後有一個這個 沼澤披肩 這個應該算是什麼東西啊 海草 水草 嗯...誰知道呢 總之就是綠綠呢 整隻就是這樣子 直接殺死我們的沼孩呢 就有一定的機率會噴出這種劇毒之劍啦 對 這個應該不用再解釋了吧 其他相關更新呢 就是我們的漏斗齁 上一次更新啊 漏斗上面只要放上完整的方塊之後 上面這裡這個漏斗 就不會嘗試吸取上面的東西了齁 不過有人就反應說 欸我們的蜂窩 蜂窩雖然是完整方塊嘛 還有我們的這個蜂箱 對這兩個雖然是完整方塊 不過裡面會產蜂蜜嘛 如果你用噴射器 把那個什麼用剪刀噴出來 或是水瓶噴出來的時候 會撈到蜂窩和那個什麼蜂蜜嘛 那這些東西也不會被吸收 會被擠出來齁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這兩個就更新了齁 更新的放這兩個還是會持續吸收的齁 有些人說啊那持續吸收之後 那我漏斗是不是東西就進不去了 不是齁漏斗有兩個方向嘛 漏斗除了上面可以吸之外 還可以傳輸齁 像是這一個那個漏斗指向這裡的時候 它就會強制把東西 運送到這裡齁 所以漏斗好用的地方是它有兩個方向可以吸收啦 除了可以吸收之外還可以強制傳送齁 另一個有更新的就是我們的漏斗礦車齁 漏斗礦車因為上一次漏斗上面放這個什麼 實體完整的方塊之後 它就不會吸收了嘛 可是我們的漏斗礦車 本來就是會隔一個方塊在上面吸收齁 在這裡 這裡可以吸收嘛對 那上個版本不會吸收了 那個什麼24W06A的時候 在上面有東西它不會吸收齁 這個版本改回來了啦 讓它可以持續吸收齁 這個比較就跟以前一樣啦 所以也不需要特別講齁 這個版本呢還更新了一個東西齁 就是我們的小貓熊 小貓熊打噴嚏的時候 有機率掉落史萊姆球嗎 這個應該大家知道吧 這個比較冷門一點齁 現在這個史萊姆球可以由戰力屏表控制了齁 表示什麼 表示它打噴嚏出來 你可以修改 這隻牛好煩齁 你可以修改它的戰力屏表 讓它變得不只有打出史萊姆球啦 你要它打出什麼東西 其實都可以辦得到齁 其他的修改呢 就是我們的旋風使者和風彈啦 現在那個旋風使者 你用掠奪的劍對它揮砍有效果齁 還有我們的風彈可以穿過那個 碰撞箱不完整的方塊了啦 大致上是這樣子齁 以上呢 就是這次快照版本更新的新內容 好啦 最主要就還是配合試煉之間 那個毒的枯弓 變成這個爪孩齁 沒想到就是為了一個 枯弓要射出毒箭 就新增了一個新生物欸 所以如果試煉之間 要再改的話 可能還會再出其他雜七雜八的東西齁 而且目前到現在為止 1.21 好像都是圍繞著試煉之間 在更改齁 除了這個合成器之外 好像全部都跟試煉之間相關對不對 圍繞著試煉之間在更新齁 不知道之後 搞不好就直接這個1.21 就叫試煉之間更新 試煉的更新 秋風在猜齁 不知道結果會如何齁 好啦今天介紹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